纯水扁却不断地去踩法外就医的底线 这些医院提出的医疗报告 有没有伪造 有没有提出假证明 这质疑连法务部长蔡兴祥听了都忍不住嘴角失守 国民党立委汪扫林直询授战力 每天都有新话题 脸书也泡声隆隆 七号一早就开呛 强化国会监督法案遭质疑 我的法学素养跟学问 轮不到这些人平头论足 本人法学著作论文 全部上网公开 有兴趣找查的读者 赶紧去买 库存不多了 十分钟后 针对总统大选二轮制修法 指出现行多数一轮投票制 可能出现棄保 没必要修宪 因为宪法征修条文 并未定正副总统选举 因才几轮投票 若改为二轮投票 不但没危险 还更贴近行线前期原貌 二十一分钟后又发文 陈水扁抢着要来立院国情报告 难道赖清德不敢来 半小时三度PO脸书 看得出火气很大 为自己的惊世骇俗的言论 停看听吧 我们党现在是一只 有52条腿 无脑章鱼 得到水脑症的 大头多角章鱼 不止前立委沈富雄狠批 近期更有网友把牛许庭 罗廷伟汪小林 廖伟祥丁学忠等人封为 新立院无傻 但廖伟祥恨不服气 国民党新科立委上任 抢曝光球表现 到处点火开新战场 却也引发正反两极评价 三立新闻 网行烂物军 M小组台报道